《朝鮮王超十路》 一起閱讀《朝鮮王超十路》 張元時 上文與上武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 我是張元典 如果感興趣的話 進去《朝鮮王超十路》的官方網站 我們先討論一下 上個禮拜我提出的問題思考 我有這種問題 假設有一位朝鮮的小孩子 在丁尤在亂的時候 被綁架到洛爾島 然後他從長崎那邊被賣掉 到義大利當奴隸 如果發生這種事件 請問對於這個事件 各位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想建立的是 我們單純同情他的處境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檢測性思考 我想先請教袁廷同學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個除了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以外 我們反而可以觀察現今的社會 是否還有如此同樣的情形 對 想法提升現今弱勢者的人權之類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他的人權被破壞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表面上好像沒有這種事件 但是實際上有很多弱勢的人 把自己的人權沒辦法滿滿的享受 我想再假設一下 有一個女孩子 當時也在長期被賣掉 然後到義大利以後 她發揮自己的能力 然後成為一個非常有名的設計師 然後她也跟好的對象結婚了 生孩子 後來他們家人成為義大利的大富豪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好像這個結果 比她留在朝鮮成為一個女傭 終生當女傭 那邊這樣過世更好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去義大利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沒辦法說 以結果論來反推說 她的這個會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這是後來的結局 而不是過程 那我們就沒辦法以現在的觀點來去判斷 或決定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生 我也很認同 袁廷同學的這種說法 我們不能看 我們不能只看結果如何 因為這個事件 這個歷史事件 有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她的經過的內容 然後那種結果有的時候非常偶然的 所以要從結果來判斷這個事件的唐波應該是對的 現在的當代社會 像剛剛袁廷同學講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平等 非常 就是人家都有享受自己的人權 但是實際上沒有那麼完全 所以我們的制度 雖然想要做的是人家的平等 然後所有的人權要被保護 但是制度沒辦法做到很完整的結果 所以我們人人都要關懷別人的人權 目前有沒有非常弱勢 這是我們知識分子該要做的任務當中一個 好 那麼再回去 20世紀前後韓國韓半島的情況 20世紀前後韓國的知識分子 他們對朝鮮時代非常忽略五倍的這個問題來批判 為什麼發生這種類的批判呢 因為20世紀初韓國面對上市國家主權的危機 就是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們有很多事 就是有國有民的這個事 以前的事大夫 他們一邊追問溯源 一邊要找到求王屠存的方式方法 所以他們批判朝鮮如則走向上門 非常忽略這個五列的圖的這種缺失 強烈的表示忽略五倍的後果就是無法抵禦外武 他們這樣主張的 而總而言之 20世紀初的韓國人在西方跟鄰國日本等這種列強 他們侵略了一些下 他們痛感把國安命需要上門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強調培養上門精神 舉個例子看看 這個是安闊 他19世紀到20世紀中間活躍的朝鮮人士 他寫過《朝鮮武士英雄戰》 是1919年剛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 他在這個著作的詩問裡面說 無論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具有武士道 我們看武士道的時候想起來的是哪個國家 日本 日本的武士道 但是安闊先生說 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國家都擁有這武士道 他為什麼這樣主張的呢 他說無論任何國民任何時代 他的上衰都在於武士精神 他說不僅西洋諸國如此 其實在朝鮮歷史上也有 沙漢時代高國立新羅統一時代 高國立朝都他們大興武士精神的時代 所以國運融昌 但是也有例外 新羅末期 然後朝鮮五百年 因為他們純粹採用煙武或修文的政策 然後雕蟲之杯是什麼意思 他應該講是文人 對這個指的是文人 本來也是修辭文長的那個意思 所以他們保護武士被忽略 所以列為文士後面的同事 露出國運威弱之兆 他們這個時候 確實韓國的武力非常弱 所以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他們有這種共同認識 那麼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當時1909年8月的 環城新聞韓半島的報紙社論 那韓國什麼時候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呢 1910年8月29號 對所以剛好一年前的事情 還沒到殖民地 對不過那個時候 大韓帝國應該已經算是被日本的大部分掌握住 所以大帝國能真正運作的部分不多 對 在那種情況下 航廠新聞的社論要怎麼說呢 日本今日發達的根基 並不是僅來自學問的效果 為世大和文土 世道教育 兩層莫強勢力 佔有優等地位 今日我國教育界第一問題乃國民性培養 所以這個社論要強調的是 他們需要一個國民性 他們認為韓國現在沒有國民性 但是他們看日本 日本為什麼現在這樣發達的 他們的根基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說應該是武士道教育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大和文是日本的大和文 武士道 所以他們也學習日本的武士道教育 然後用意來揚承韓國的國民性 所以在這裡他們對日本的認識有沒有正確 他們認為日本發達的根基就是來自他們的武士道教育 來揚承他們的國民性的關係 所以他們也要學習這樣子的情形 這樣子的韓國人他們想要學習日本的武士道的論述 他們參考的應該是日本當時對武士道的很多論述 不曉得韓國人有沒有直接看過這個日本人 《新都務道教育的武士道》 但是當時他們受影響的日本那邊日本社會的武士道論述 應該受這本書的影響 其實這本書一開始1900年在美國用英文出版 日文版出版1908年 所以日文版出版以後 很多日本的政客之類的人受到日文版的武士道 但是這樣子日本社會很紅的武士道論述一定影響到韓國和韓半島的人 那麼《新都務道教育的武士道》寫的武士道 它的內涵又如何呢? 先要看什麼是武士道 好像武士道的面向有很多種 那我是朝鮮研究的人 不是研究日本的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參考日本學者的說法 簡也絕敏 他的武士道的逆襲 這本書裡面對新都務武士道的評價是這樣子的 除了學術性研究者之外 一般人特別是愛講武士道精神的評論家、政治家等人 所持有的武士道形象 極大部分都來自新都務的著作 所以這邊再不需要說明 他們說學者之外 一般人也常常愛講武士道精神 他們的這種內容來自新都務 撰寫的武士道那本書 但是他說作為這個時代的專家 他認為新都務所謂的武士道精神 本質上跟武士的思想並沒有任何關係 那在這句話 我們有些同學嚇一大跳 那個為什麼跟武士沒有關係呢 所以他說日文版武士道一看信 因為以前英文版可能很少人能夠看 閱讀英文版武士道 日文版出現以後看信以後 馬上這個內容遭到歷史學家 今天卓佑吉先生的批判 今天先生怎麼說呢 他說新都務所謂的武士道 完全無事作為當事者的武士 這是跟武士毫無關係的思想 所以可能我們當代的我們認識的武士道 跟日本武士活躍的那個時代的武士 跟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的思想 那新都為什麼這麼寫的呢 新都務所謂的武士道是以民治國家體制為根據 而產生的近代思想 但是武士活躍的時代是近世還沒到近代的時候 那是為了使大日本帝國成名成為近代文明的起手 而製造出來的國民道德思想之一 所以我們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武士道 跟當時的韓國人想要學習 在當時民治時代流行 在日本流行的武士道沒有關係的 所以剛剛韓國人主張 我們想要找到日本這樣的發達的根基 然後發達的根基很重要的就是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教育 但是他們研究日本的學者說 這是民治時代的近代思想 所以他們想要找到日本發達的根基 那邊找到的武士道好像他們找錯了 這次武士道是近代思想 所以他們想要找到這麼發達 近代這麼發達的他們的歷史根基 應該跟武士道教育沒有關係的 再一位的說法在這裡參考一下 我們大概武士道 我們聽到武士道的時候 很有道德性的武士 武士道裡面包含這樣子的精神 但是卓伯正義先生 他說戰場精神是武士道這個幻影 在這本書裡面他提出 武士道對偏激 這樣子的話 中文母語的同學可以聽懂嗎 這個就是譚馬修吉 偏激是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門騙對方 然後出其不義的攻擊對方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很正正當當嗎 而不是同學的方式 是這樣子的方式 他大部分的武士 對這個偏激的方式 他們擁有什麼樣的態度呢 一開始武士道跟肯定偏激的言論 極越密切 所以因為武士 你參戰的戰鬥人員 戰鬥人員最大的 最好的目的 最大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打贏的 對打贏的 所以你輸 被別人輸了 那有什麼意義 你已經輸了 有什麼話可以說 所以偏激的方式也可以採用 你要獲勝的 所以在藏武時代 藏武時代 德川慕胡掌權的時代 藏武時代提倡 以儒教性倫理為基礎的四道 經常批評說武士道缺乏倫理性 所以這個四道跟五四道不一樣的 四道就是後來儒教性儒理加強的 那個是五四道 四道 他們之前歷史上擁有過的五四道 跟這種道德性的四道不一樣的 但是到了明治時代 日本政府推動侵略鄰國的 那個時候 那五四道開始 以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相貌登場 他們不僅從強調日本固有傳統的立場 其實沒有什麼固有 然後而且從接受西方價值觀的立場 各自通過加工而快速成長 所以在一瞬間就折避過去五四的實相程度般的壯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認識的五四道是明治時代的思想 不是以前進視五四活動的時候的那個思想 但是韓國人找錯了 所以他們用明治時代的五四道來認為 這個就是他們國民性培養的歷史根據 因為他們歷史上有五四道教育 所以目前這樣成為發達的國家 有這樣子的錯誤認識 那五四道的原意 那五四道是使用大字 什麼時候將我出去 就當時的用力而言 五四道是戰鬥者的作風或者風度 你戰鬥者的作風是什麼樣的 就是五四道 也可以說也叫做武道也叫做無辨這樣子的意思一樣 就是堅年絕民先生的書籍裡面有 總而言之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日本五四道原本缺乏歷史根據 不過殖民地韓國的知識分子卻試圖借用 並將五四道視為近代日本強大的歷史根據 呼籲韓國國民培養國家民主精神 甚至於提出茶色民族本來就具有五四道精神的主張 他也說世界各國都擁有五四道這樣子 回顧這些議論的時候 可以發現韓國人在國家危機下 為了確保救國救民的方式 不知不覺產生血素史關的擬虛 他們錯誤認識以前歷史上實在存在的內容 跟近代以後打造出來的內容 在這裡產生混亂 那麼藏務時代就是德川時代的五四道形成的背景又如何呢 我們先參考專家的學說 渡邊浩老師是渡邊浩老師的日本政治思想史 十七到十九世紀 這本書裡面他在這裡定義 德川日本的統治組織就是職業軍人的五四組織 就是因為沒有戰爭的時候 這個五四組織變成統治組織 他說軍事組織的存力 以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為依據 如果說因為天下太平已經沒有敵人 所以不需要五四 而這樣子的話 整個統治組織將為之歡善而高崩解 又作為五四個人 也不可以擅自改變五人的自我規定 因為擁有自好而得以保持其志氣跟組織規律 不過這個德川時代沒有戰爭的時代 就是太平時代 所以他們一直等爆發戰爭的時期 一等再等都沒有發生戰爭 那五四他們本來是戰鬥人員 所以他們逐漸成為集團性的 就是一種慢性認同危機當中 當然也有人出現狂暴情形 也有人就是不少的五四 他們因為小事情發到而上升 然後也有很多奇怪的五四出現 其狀一幅 用詞捕聖 拉幫結派 橫行街頭 找家巡訓 刷無賴者有志 甚至也有人 只想嘗試一下殺人 就在街頭斬殺陌生人 因為有發生這樣子的瘋狂的情形 所以逐漸形成支持的勇猛五四外觀 跟秩序平穩 同時成立的種種行為模式出現了 這種行為模式就是一種偽造的五四道 就是五四道怎樣出現 怎樣被這個社會注目的 就是杜邊浩老師的解釋 那麼朝鮮時代的上文主義 我們再回去我們的征傳 那麼在這裡確認朝鮮時代的想法 跟20世紀初的想法有什麼樣的差距 有沒有同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1593年 1993年他們是什麼樣的情況 面臨人生無案 人生無案什麼時候發生的 1592年 1592年5月的時候發生嘛 所以大概一年半以後 他們可能明朝跟日本政府之間彈劾 宣祖這個時候他有一個覺悟 然後他下令要檢討什麼樣的案子 但是沉下的反應好像沒辦法讓他滿足 我們這裡看一下討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樣的 神喜授約生靜出世 兼世五才世再三傳教 故被編師以世為私行之意 上達以大小人情皆以為未安 這是什麼生靜出世是什麼 生源靜世世 這個是第一階段的考試 所以在這裡他們說出世 神喜授約生靜世 這個文人的第一階段的科技考試 這邊宣祖說在這裡要讓他們考武才 再三傳教的意思是 他宣祖已經有幾次下令說 你們這個要討論一下 然後給我結果 所以他們在被編師那邊討論 然後要不要這個武才 在生源靜世是加考武才的 要怎麼實行 但是大小人情 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這個不太妥當的 他們說在被編師那邊討論的時候 認為生源靜世是加考武才 這個不太妥當 所以上司誰 先祖 他說為什麼 營斗說 他怎麼回答 生靜世許之人 非難皆又若 若喜武 神孔因此廢其本月圓 所以他的理由 他提出的理由是什麼呢 聖經是那邊 他們本來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比較用弱身體沒有到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讀書人 一直在房間裡面 坐著讀書的人 如果讓他們必須要練武的話 他們要怎樣改變呢 就把讀書的時間拿去練武 因為他們是練武方面非常弱 所以他們要天天練武 不然的話沒辦法考上 所以他們 結果他們廢止自己的本業 應該造成這樣子的弊斷 他們這樣覺得 然後呢 憲國曰與林衛 我國精兵也 其中必多小勇者 前年悉性時 破復戰 破誤未營 今皆善亡 所以他們提出另外一個案子 國王提出的是文科的出事 生理精神是方面 家考無益 但是他們說 這個對考生來講 有點難 然後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也有提案 別的方式 他們說 與林衛 這是這個朝鮮的精病 其中也有很多勇猛的 所以前年 這個西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國王逃亡的時候 國王那個爆發戰爭 逃亡的時候 很多與林衛的病士來復戰 或者 護衛宣祖 然後一起走的 現在都上網 他們說 這是他們的方向 跟宣祖的方向不一樣 他在說什麼呢 民中朝有肅孽科 以此色科聚位精神 用於緩急為大 那在這裡 肅孽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肅孽子孫 就是不是正親所生的孩子 所以朝鮮時代 肅孽子孫他們的身份地位 比較低 假如你的父親是兩半 是大副家成 但是如果你的母親 不是正式的太太的話 你是肅孽 那肅的話 也可以 我們可以肅孽 不要區別 如果要區別的話 肅是你母親 不是正式的太太 然後應該是兩名出身的 那孽子的話 你的母親同樣 非正式的太太 但是她的原来的身份 也是建了的时候孽子 那民宗朝有苏孽课 所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设课 她的意思是 这种练武的考试 要给苏孽子孙的机会 然后她选拔以后 让她们聚在京城 然后违宪的时候 用她们防卫这样子的 所以宣祖的思考跟城下 朝城的思考有什么不一样呢 她宣祖是一般朝鲜的士大夫阶层 让他们的对练武的 这种想法要改造 但是朝城他们的话 练武应该身份比较低的人 让他们担任就可以 所以这两个之间 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样子宣祖跟朝城之间 好像他们的想法的基础不一样 那么朝鲜时代怎样这样子的上文主义形成 想要看1392年一开始的时候 再看一下 1392年他们因为文武合作完成朝鲜的建国 那个时候因为东亚这个地区大地上仍然维持和平的证据 所以朝鲜文成领导的这种上文之风 这是得以日益昌生的 但是17世纪前后 朝鲜因为东亚情势的变化而陷入战火 东面的日本他们战国时代 然后经过安徒陶山时代 然后奉承修吉他在这里完成统一 然后先1592年 然后1997年两次入侵朝鲜 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宗恶难 但是因为1992年人宗恶难的时候 跟丁尤灾难的时候的情形不一样 然后参战的病逝也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分开讲两次的入侵 因为朝鲜这样子的临接大陆的东北 当女政周然刑起的时候 中国的情势顿时急转直下 所以中国也有入侵朝鲜 后今1627年 然后清朝成立以后 1636年也进攻朝鲜的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朝鲜同志阶层 是否能彻底认识上文主张的缺点 并因而途改选更张 那我已经提出了宣祖跟朝鲜之间的讨论 那我们看完这个讨论之后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回答的想法呢 当时国王宣祖他痛感朝鲜有过度的上文 所以要透过科举改革朝鲜的上文体制 所以他想要改的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不是朝鲜的上武精神要培养的 他想要改的是朝鲜文人社会的上文体制 所以他提出在朝鲜课题中 小科的生命经事室的课目要加考武艺这个案子 所以宣祖的目的不在于培育文官具备武艺的素质 而在于改革如者 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过度上文的这种弊断 所以宣祖一向坚持生禁事 就是生缘禁事的武才事 加考武才的事不可不为 他说一定要做这个武艺加考的案子 但是他的提案从未实行过 因此朝鲜的上文之风 并没有得到改革更正的机会 甚至护肩反正 就是他们战争人生恶乱丁游灾乱结束之后 朝鲜的建议大部分都要加强文教 不在于也要加考武艺 或者要把朝鲜文人的上文体制要改 从人生恶乱到丁游灾乱 都结束了1598年起算的话 朝鲜朝还存续了300年 直到1910年8月29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那么朝鲜的上文精神到底是造成国家灭亡 还是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 应该回答的方式大家都不一样 但是我想看一下 20世纪前后的韩国社会人士怎么认为呢 对他们而言答案是第一个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还持续300年的这个国家 可以说因为他们过度上文 所以只持续300年 这种说法成立吗 不晓得 请大家思考看看 好那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思考问题下 在当代社会各地区的文化当中 传统跟现代性因素都有 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近代才出现的文化被认为传统因素 相反的传统文化也被无认为近代的 那么在各位的周围有没有这种误解 请举个例子说明看看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这部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